张之珍第一盘的抢期是6比8呀 这是第二盘的比赛 张之珍先犯 他身体天赋肯定没问题 你听说张之珍受伤多吗 不多吧 张之珍每次比赛都叫医疗暂停吗 基本上没有吧 对吧 知道吗 所以说这个张伟华他不是一个就是上海那么一线的一个足球运动人 15比15 张之珍想赢这场比赛还是挺困难的 这个医区内角方向的发球是S吗 霍尔卡奇还特意的去看了一下球的落点啊 30比15 能不能赢这怎么不好说这件事 发内角 霍尔卡奇接发球出界 发球值得 40比15 但是这个抢期失误少点 这只能是咱们期待 但是人家场上形势多变啊 对吧 这个控制失误也不是说控制就能控制住 对方的球有压迫的话 确实是不好接啊 不好回啊 40比30啊 错过了一个局点 二区发内角 内角方向的发球 是不是擦网劲啊 二发霍尔卡奇正手接过来 底线较量 张之珍调动对手 攻对方反手外 好球 这样呢 张之珍是爆发正目 霍尔卡奇的回球是打成了 那相对了 现在呢第二盘比赛 张之珍是1比0啊 双方要换场 换场之后是 虎尔卡奇第二盘的第一个发球局 嗯 虎尔卡奇肯定是没有压力啊 他 他经验更丰富啊 而且人家有过成功的经验 对吧 包括世界排名 对吧 第一盘张之珍是6比7 嗯 中网冠军送走 亚军我不知道啊 亚军是谁啊 阿尔卡拉斯啊 哈哈 不是梅德维德夫吗 霍尔卡奇的第二盘第一个发球局 丢掉了第一分 0比15 哦 我说实话 我真的没那么关注 我更关注女网 因为相对来说 女网能拿到好的这种成绩的可能性更高吧 张之珍6比7啊 霍尔卡奇 发球之德 15比30 再追了一分啊 现在 逆转上啊 逆转上就累死我 二区一发 发内脚 张之珍接过来 调动对手 霍尔卡奇把球打下榜之后呢 张之珍是40比15 逼出了两个破发点 王兴瑜6比 王兴瑜6比几啊 6比2 4比1吧 对手退赛 两个破发点啊 看看能不能抓住机会 真的冲这个 你们真得打点礼物啊 我跟你说 一区发外脚 张之珍揭发不错 弯突胖吃的战术 张之珍挑高球 啊 这个身高1米96的 胡尔卡奇在半场呢 打出了高压 啊 这样的 这下胡尔卡奇是化解掉一个破发点 30比40 胡尔卡奇的二区一发呢 这球是发内角 球发长了一些 二发是机会 双反接过来 调动胡尔卡奇 双反斜线 漂亮啊 张之珍完成了破发 双反斜线的扫射呢 打出了制胜分 张之珍呢 现在是破发对手之后 第二盘2比0 这球迷说了一句 牛什么 这镜头呢 给向了球迷 球迷呢 说了一句 牛什么 张之珍 一句的一发呢 只发追身 这个球发长了 二发 胡尔卡奇接过来 继续攻对方的反守卫 连续两拍 第三拍 再打重复落点 漂亮 制胜分来了 15比0 这是张之珍第二盘 第二个发竞局 二驱一发呢 这个内角方向发球 发下网 二发发进 胡尔卡奇接过来 底线较量 胡尔卡奇调动张之珍 张之珍的反拍回球 把球打出了键 这样的 胡尔卡奇是 15比15 哎哟 不行 我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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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自己加点 加点加点 加点劲 这个 要是这样的话 得喝点好的水 第一盘张之珍是6比7 一驱的一发 这个球发外角 球发出了键 我真的挺累的 真的 我这已经是两天都没好好休息了 你看这眼袋都要掉下来了 那哪行啊 30比15 目前呢 张之珍在第二盘是率先破发 2比0 二驱发外角 胡尔卡奇接过来之后 还是看底线教练 胡尔卡奇把球打出键之后 也摔了球拍 这样呢 张之珍40比15 两个局点再少 加油啊 哇 谢谢 看看还有没有人 能给刷点礼物 张之珍来到往前 这拍切销切长了 40比30 还有一个局点 好球啊 二驱发内角 随后对手回球出前 张之珍打了一个侧身反斜线的制胜分 爆发之后 3比0 现在第二盘比赛呢 张之珍是3比0领先 你知道吗 就是既然已经开始喝水了 就证明要做好打决胜盘的准备了 胡尔卡奇还是西方日卧牌啊 正少 第一盘6比7 抢7是6比8 本来是想喝一个北冰羊的 但是 哎 就想算了 还是挺厉害的 是吧 看怎么说吧 明天18点30 想着来看 我姐说的正亲文队 萨卡里啊 张之珍 我只知道有人管正亲文叫正秀文叫正清文 张志增这个我还真是第一次见到 好不错啊不错 这是正亲文之外啊 又有人又有中国选手得到了名字 新的名字 嗯 差不多吧 胡尔卡奇的一区一发呢 发出戒 这是局间休息之后 两个人继续比赛 张之珍的揭发球出戒了啊 这样是胡尔卡奇 一区二发的发球之德 15比0 胡尔卡奇 拿到了三个局点 嗯 正亲文的比赛 我这不是写了吗 在屏幕上 他是中央球场 完场的第一场比赛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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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 没事 刚刚那一局大概用了一分钟 一分二十一秒 就是太快了 直落四分爆发 对方 张之珍第二盘 第三个 第三个发球局 对 第三个发球局 发箭 来到往前放小球 下网了 哎 又是往前敲 看见没有 0比15 哎 别客气啊 我不是gay啊 张之珍二区发内角 好球 上来是一个发球造杀伤 随后侧身 正手直线 打出了制胜分 15比15 活尔卡奇挺厉害呀 人家毕竟世界排名第17呢 张智增的一区一发 发下网 张智增 二发发戒 哦 这个二发呀 是球弹地之后 有一个不规则的弹跳 哦 没有 是擦网吧 大概 要重新发 张智增发了双误 这个二发发长了 这样呢 是15比30 张智增的目前排名是第57 好像是第57位 大比分是6比7 3比1 二区一发呢 是发向网 内角方向的发球 发外交 火尔卡奇 哇 揭发球打了瑞特S 但是我不是gay啊 那就看看卢彦勋怎么调教他吧 感觉 还是 这个挺困难的 着急了 干嘛呢 这拍双反的反斜线抽击打出了戒 这样呢 火尔卡奇也是完成了爆发 2比3 两个人呢 再次进入到局间休息 现在第二盘呢 张智增是有一个破发的优势 3比2领先 有人说好像是赢了这场比赛 能到47是吧 没优势了 那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可能走神了 因为有点累 不好意思啊 我刚才走神了 走神了 张智增目前是3比2 但是双方是回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对 今天猪林输了 对 第一盘也不算可惜吧 第一盘还是他自己 自己处理球不够好啊 对 对今天应该目前来讲是两胜两负 女子是四个人出战嘛 白老师和王信瑜都赢了 然后那两位输了 火尔卡奇的发球局上来15比0 二区的一发呢 这个球火尔卡奇要求了挑战 已经向球 向裁判举了球拍啊 嘴里也是念念有词的 这个球果然是他的二区一发发长 鹰眼的回放呢 也是这样 发进 张志针接过来 哇 火尔卡奇啊 发凡打正的战术啊 30比0 1米96的身高 你觉得发球能不好吗 哇 高压球打中 40比0 还是发球建立优势 随后呢 打出了高压球 这样呢 火尔卡奇拿到了三个局点 张志针的穿越球没有打出来 球是打出了戒 火尔卡奇完成了爆发 3比3 张志针1米93啊 一区的一发发下网 这是一个内角方向的发球 火尔卡奇激发过来 来到往前 火尔卡奇放小球质量不高 哦 张志针的反放小球漂亮啊 这个球啊 把火尔卡奇都给晃倒了 火尔卡奇是 背身回追啊 这个球 在回追这个球 随即呢 是摔倒在了单打线上 面对张志针这个反放小球呢 自己也没有更多的办法 张志针15比0 二区一发 是一个发球者 30比0 发内角 火尔卡奇科党揭发下网 40比0 三个决言 发外角 火尔卡奇接发就下网 好 瞧 张志针直落四局的爆发 现在是第二盘 四比三 又要抢七了 当然毕竟这个大师赛是他家门口的比赛 是他的主场 是绝对意义上的主场 哎 你是真不心疼我呀 让他继续抢七是吗 三个抢七 三抢七是吗 三抢七 局间休息之后呢 是胡尔卡奇的发球局 目前它是3比4 你这么说是会得罪人的 两个抢期感觉差不多了 这不能这么说啊 你得盼着三个抢期 张志珍最后还赢了 一曲二发 张志珍正手接过来 调动对手 好球 机会出来了 好球啊 张志珍是攻胡尔卡奇的反手外 胡尔卡奇这排回球呢 打到自己场地内 0比15 胡尔卡奇现在是 自己的发球距离落后了一分 第一盘是张志珍6比7 底线较量 这是为数不多的多拍啊 张志珍把球打出了界 15比15 这个球呢 张志珍要了挑战 但是非常明显 球是长出了底线 15比15 比分呢 是不会改变的啊 我觉得这个这个成绩是未来几年中国男选手的天花板 不知道 德约被谁打得很狼狈啊吗 没有吧 你说的是地母 你可能说的是地母 但不是地母 就是打德约很狼狈 应该是地母吧 张志珍30比0啊 加油啊 30比15 抱歉了 发箭 张志珍抢崩 胡尔卡奇回过来 张志珍继续调攻队手 胡尔卡奇把球打长了 40比15 张志珍呢 现在获得了 两个局点 两个破发点 看看能不能破发 一区外角方向的发球呢 这个球是发到了狼道里 发箭 张志珍接发球飞了 哇 胡尔卡奇啊 这个二发的质量也是相当高 高弹跳的上拳 而且是带着向前冲啊 呃 这排接发球呢 直接发到了张志珍的反售 张志珍的球拍碰到了球之后 这个球就已经飞了 说明了击球点啊 很晚 第二个破发点 40比30 40比30 发外角 张志珍接过来 接发做的不错 看看底线较量 胡尔卡奇把球打长了 张志珍呢 完成了关键的破发 现在呢 是张志珍5比3领先 接下来呢 将是张志珍的发球胜盘局 其实我也不是专门回答你的朋友 你也 其实正好是这局打完了 因为如果每个人进来都问比分的话 我每次都报 太累了 就是你正好赶上这局结束了 张志珍的发球胜盘局 一区的一发发下网啊 二发发进 胡尔卡奇接过来 双反斜线 找对方反手呗 正手直线过度一盘 正手斜线调动对手 哇 两个人这一分呢 是打了一个 算是相对多拍的较量 最终张志珍向右侧移动当中 正手的直线呢 打下了宝 0比15 二区 二区发外奖 发凡打正 哇 张志珍这排正手直线打长了 0比30 一区 一区翻内墙 胡尔卡奇科党间发过来 张志珍下手进攻 没有打死 双反斜线 调动对手 继续找对方反手呗 连续第二拍 第三拍 正手直线变线 胡尔卡奇呢 出现了回球下网 这样呢 张志珍是15比30 追了一分 怎么感觉是又要挑战啊 是一个压线的球 看看这个球怎么判 是重打吗 那看来是重打 发败甲 胡尔卡奇接过来 张志珍继续攻凡守卫 来到往前 往前接击 质量不高 胡尔卡奇这拍 防守反击是出现了失误 胡尔卡奇马上 向裁判竖了手指 要挑战 这一分呢 是张志珍得到了 胡尔卡奇出现了失误 那拍正手的斜线 打出了戒 球是打到了单打线外 15比30 张志珍现在追了一分 这一局结束之后 我会报分的 你们每个人都进来 问比分 回答不过来 二局一发 发内角 底线教练 被动了 胡尔卡奇啊 面对张志珍的上网 把球是打出了戒 自己呢 也是生气的摔了球拍 30比30 那这样呢 张志珍0比30落后的情况下 连锥了两分 把比分锥平 现在呢 自己第二盘的发球 胜盘局 看看能不能拿下来啊 只有两个球 一局翻那架 胡尔卡奇杀到了前掌之后 正手斜线打出了穿越 这样呢 也是破掉了张志珍的上网 胡尔卡奇40比30啊 逼出了破发点 这发球直接得分 哪那么容易啊 尤其是打过网球的人 更应该知道啊 发进 胡尔卡奇 科党接发过来 攻胡尔卡奇的反手外 哇 胡尔卡奇对向了破发点啊 马上回破了张志珍 4比5 双方呢 进入到局间休息 第二盘比赛呢 胡尔卡奇是两度遭到破发的情况下 马上就回破了张志珍 包括这个 张志珍的发球胜盘局啊 也不是非电型的一盘 胡尔卡奇还是有能力啊 人家毕竟世界排名第17呢 对吧 守不住就得攻啊 对吧 往前球处理 确实是它一个短板 可这点赞都没过一万呢 哎呀 嗯 没事啊 没事没事 大家看心情啊 没关系啊 哼哼 浪费机会就会遭到惩罚啊 现在呢来到了胡尔卡奇非保不可的发球局 4比5 1区外角方向的发球发长 球是发出了单打线 2发 张志珍双反接过来 底线教练 胡尔卡奇切小球 打得很有耐心 球浅了 张志珍放小球成功 15比0 火尔卡奇的2G一发发长啊 二发发进 张志珍正手抢 二发 没有抢折 对手回球出钱 张志珍来到往前 这个往前节肌呢 还是质量很高啊 30比0 往前正手的节肌 对手回答